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5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地产界大地震 卖家或将减负 麻疹感染呈上升趋势 最后期限过后 参议院才表决通过 拜登凌晨签署1.2万亿元拨款法案 最后关头上诉法院放了特朗普一马 李强说中国具有制度等多种优势 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央行说 仍有充足政策空间及丰富工具储备 联合国案理会通过加沙摘月停火决议案 以色列代表团取消防媒 有报道说 莫斯科恐袭前 美国曾发出安全警报 但普京没有理会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天侠3月25号东湾报道 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最近的和解协议震动了加州地产界 未来房地产行业以及运营方式将会有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诸多改变 2023年10月联邦陪审团裁定 NAR合谋要求房屋卖家向代表房屋买家的经纪人付款 违反了联邦反垄断法 2024年3月15号 NAR宣布将以4.18亿美元和解这一系列诉讼 历史性的法院协议结束了房屋卖家提出的所有诉讼索赔 这次的判决是多年房地产市场火热的必然结果 但变革将毫无疑问地到来 买家与卖家也将获得不同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卖家将获得巨大的减负效应 但对买家估计不会太乐观 本台消息 据福克斯阿尔泰报道 自2005年开业以来 In and Out奥克兰奥克波特街分店 持续营业至今已将近20年 但这家标志性的汉堡连锁店将于本周日永久关闭 原因是该市治安情况恶劣 同样打破记录的是该分店的永久关闭 是该连锁店75年历史上首次关闭餐厅 该餐厅将关闭归咎于影响顾客和员工的汽车盗窃 财产损失盗窃和袭击乘封的治安环境 奥克兰人表示这是奥克兰人该感到羞愧的事 也是该市重建治安并整顿治理的时候了 美国去年的全年麻疹感染总数已居全球首位 专家们警告对某些人群麻疹比新冠病毒更容易感染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传染病专家彼得博士表示 疫苗接种率的下降可能会加剧麻疹病例的传播 美国今年的麻疹病例数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 17个州至少已有64例 其中4例发生在加州 本来消息 据3月25号周一上午圣县护士工会发布的新闻稿称 圣塔克拉拉县护士计划在4月初把工三天 计划于4月2号到4号举行 护士们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增加人员配备水平 改善安全措施以及提高工资和福利 与此同时周一早上 湾区地利城的Saturn医疗中心 有400多名员工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罢工 以下来关注美国新闻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总统拜登把国会两院最后时刻通过的一项1.2万亿美元的拨款法案 签署成为法律 使得联邦政府一些部门免于关门停摆 他称赞这个立法过程是一种妥协 对美国民众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拜登签署该法案时称 这意味着双方都没有得到想要的一切 拜登呼吁众议院再通过一项国家安全补充协议 并呼吁国会通过一项边境安全协议 3月25日是特朗普对其商业欺诈案巨额罚款判决 提起上诉后需付清4.64亿美元保证金的最后期限 纽约州上诉法院开恩 把他因交的上诉保证金减到了1.75亿美元 降幅超过了60% 特朗普当天在True Social上发帖庆祝这项裁决 并且继续攻击负责审理其商业欺诈案的 纽约州法官恩格隆 重申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稍后他表示 我们将遵守上诉部门的决定 并交付保证金等价证券或现金 3月25日国税局IRS披露 该机构有超过10亿美元的退税 无人认领 相关人士应该在5月17日的报税截止之日期前 采取行动 国税局称有约94万人有资格领取2020年的退税 但却没有领取 大多数2020年未报税的人应该在今年报税截止期之前 采取行动 如果未在截止期之前申领2020年的退税 这笔钱将归联邦财政部所有 3月25日联邦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月份全美新屋销售量意外下降 这是近三个月来首次下降 同时新屋销售的中位价格下降到两年多来的最低点 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全美2月份新屋销售量按年率计算为66.2万套 也就是5万5千多套 比1月份减少0.3% 中间价格为40.5万美元 这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7.6% 经济学家们对新屋中间销售价格下降 表示欢迎 认为这对购房者负担能力来说是个好兆头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来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5号分别会见 前来中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世界银行行长彭安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瓦 李强表示 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具有制度市场产业人力资源及创新优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格尔吉耶瓦表示 中国需要通过经济政策重塑自身 以加快解决房地产市场危机 并提振国内消费和生产力 本台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25号表示 未来仍有充足政策空间及丰富工具储备 将结合调控形式需要 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 将维护价格稳定 推动价格温和回升 作为把握货币政策重要考虑 他说 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趋势 有能力实现全年5%左右 有预期增长目标 金融体系运行稳健 金融机构总体健康 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中国政府债务水平 在国际上处于中油偏下水平 化解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相关政策 正在逐步奏效 本台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 中方对俄罗斯莫斯科 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深感震惊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 诚挚的慰问 他说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 坚定支持各方维护国家安全 稳定的努力 中国外交部25号回应 美国国务院批评中方在 仁爱交的行为 发言人林健说 美国有关言论完全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美方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却屡屡插手挑拨中非的涉害问题 无端攻击指责中方 企图搅乱地区局势 林健强调 任何试图利用南海仲裁案 非法裁决 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图谋 都不会得逞 另据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小冬 25号与菲律宾副外长扎罗通电话 就非方向仁爱交实施运捕等 提出严正交涉 菲律宾外交部25号则召见中国大使 以抗议中国海警船 本周末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也表示 针对周末的冲突事件 他们已向菲律宾提出抗议 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两名中国公民 25号被美国制裁 美国指责该公司为多个恶意 网络行动提供掩护 并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发动网络攻击 美国财政部表示 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活动 导致美国和外国政界人士 外交政策专家、学者、记者、民主活动人士等受到监视 该公司还在2018年入侵了一家 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能源公司 另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副首相道登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的声明中 指责中国政府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的黑客攻击负有责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 25号回应称 所有指控都必须依靠客观证据 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诋毁其他国家 更不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于23号生效 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先后向其国民更新旅游警示 说进入香港的政治风险有所增加 但没有提高旅游警示的级别 正推动盛世经济以吸引境外游客来港消费的香港政府 25号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 声明说这是寂寂抹黑污蔑 是在散播恐惧 港府强烈敦促这些国家和组织停止干预 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本台消息 香港巴达通公司推出全国通卡 26号起在港发售 售价为港币88元 储值限额为港币3000元 巴达通全国卡可以在中国内地超过336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上使用 但不能用于零售支付 车费金额将以港币结算 以人民币兑换港币汇率 从港币储值额中扣款 每次充值时 系统会按当天最新汇率自动更新卡内的汇款记录 也可以通过巴达通应用程序更新汇率 汇率计算的有效期最多为90天 巴达通全国通卡在香港的应用 与一般巴达通卡并无分别 可用于交通购物餐饮等日常消费 另外交通联合全国互联互通 人民币易卡通持卡人 可在香港以人民币支付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 香港口岸往珠海澳门方向的车费 车费金额将以人民币结算 按车票收费系统的港币兑换人民币汇率 从人民币储值额中扣款支付 中国在线旅游销售巨头协城集团日前发布预测 称4月4号到6号的清明节假期的出游 出境游目的地人气第一为日本 据称有大批游客将赴日赏花 清明节是祭拜祖先的中国传统节日 预计今年将有以年轻人为主的不少人 在清明节前后请假拼出八天长假 拼假游将较新冠疫情爆发前的 2019年同期增长三成以上 其中七成为境内游 三成为出境游 以下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新闻 联合国安理会25号通过涉及加沙地带的决议案 要求在摘月停火 决议案由日本南韩及阿瓜多尔外的 七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 要求立即在摘月实行所有各方都尊重的停火 从而最终实现永久及可持续的停火 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 决议案也强调要扩大进行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 决议案以14票赞成获得通过 美国投了弃权票 这是去年10月7号以来 首次在安理会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停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 决议必须得到执行 否则是不可原谅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说 鉴于投了弃权票的美国在安理会改变原则立场 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 叫停以色列代表团的华盛顿之行 内塔尼亚胡说 美国没有否决安理会的停火呼吁 是华盛顿对美方先前立场的明显倒退 美方的改变立场损害了军事行动和令人质获释的努力 美国国务院当天表示 在美国投弃权票后 以色列代表团决定不访问美国 美方对此感到惊讶及不幸 国务卿布林肯会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讨论涉及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问题 国务院认为全面进攻拉法将会是最终削弱以色列安全的错误做法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25日报告称 以色列军队24日包围了另外两家加沙医院 这两家医院的医生处于猛烈炮火压制下 以色列称在加沙西法医院的持续冲突清朝中 以色列已经抓获480名武装分子 以色列表示巴勒斯坦的这家医院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用作基地 以军还发布了支持这一说法的视频和图片 但哈马斯和医务人员否认这些指控 本台消息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一个音乐厅 22号遇袭造成137人丧生 四名涉嫌直接参与恐袭的疑犯 24号深夜在莫斯科一个地区法院提堂 他们被控实施恐怖活动 当中两人认罪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俄罗斯传媒报道 四人是塔吉克斯坦公民 他们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其中一人耳朵上缠着绷带 另一人坐在轮椅上 穿着医院的病号服 据报他是直接从ICU病房带到法庭 怀疑他在被追捕期间受伤 俄方指控乌克兰为疑犯准备越境提供条件 还认为实习者是在乌克兰有接头人 乌克兰则否认涉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 莫斯科市交音乐厅的恐袭 是借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首的所作所为 美国正通过各种渠道 试图让其他人相信 恐袭与乌克兰无关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3月7号 曾发布安全警报 警告极端分子计划在莫斯科发动袭击 并建议民众在未来两天避免大型机会 普京当时称 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是挑衅性的和赤裸裸的勒索 意在损害俄罗斯社会 本台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表示 所有迹象都表明 俄罗斯莫斯科近郊的音乐厅恐袭 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 认为利用这种背景 试图将矛头转向乌克兰 对俄罗斯国家及人民的安全来说 是愤世嫉俗 只会适得其反 马克龙说 法国情报部门及主要伙伴所得的信息都显示 袭击有伊斯兰国策划 有关分支过去几个月也试图在法国发动袭击 法方已提出加强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及地区伙伴的合作 以便尽快找到罪魁祸首 有效打击伊斯兰国 法国政府在俄罗斯恐袭后 也将反恐安全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承认发动袭击 美国早前也表示 伊斯兰国对这次袭击负有全部责任 乌克兰没有任何参与 但俄罗斯质疑有关说法 指责美国政府为乌克兰做掩护 乌克兰官员25号表示 俄罗斯当天上午发射导弹攻击首都基辅 两枚导弹遭到击落 飞弹的残骸散落 造成基辅市中心移动三层楼房严重受损 市区另外三处也被波及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表示 俄罗斯已利用极音速导弹攻击基辅 据北韩中央通信社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25号表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与金正恩见面 他还说如果日本政府不改变政策 不太可能举行峰会 岸田则表示 他对北韩中央通信社的报道并不知情 也没有直接评论其内容 但称与北韩的高层会谈很重要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5.99点 跌幅0.31% 报收5218.19点 大河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2.26点 跌幅0.41% 报收39313.6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4.35点 跌幅0.27% 报收16384.4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